一切顺利 他们已经开始用餐了 你马上就回来了 那行 那我赶紧蒸鱼去 再见 妈 电话 你去吧 好嘞 喂 你叫谁 是夏雅吗 你是不是病了 我没病啊 你们要在医院吗 你可真逗 我没病到医院干什么呀 我在家呢 你谁呀 喂 喂 喂 你挂了呀 谁呀 不知道 是个阿姨 妈 她真够怪的 我没病 她非说我有病 她 她才有病呢 是不是打错了 没有 她还知道我叫小雅呢 是吗 你怎么不认识啊 你怎么认识啊 你怎么认识啊 来 赶紧走她了 帮我坐鱼去 赶紧坐工 帮我坐鱼去 姐 你不在里面吃饭 跑出来干什么呀 我跟你一起去医院 看看你女儿啊 不用啊 再说了 你走了 扔下台会怎么办 你挺关心她的嘛 今天晚上这场戏 你们谁是导演 谁是编剧 你们都演得不错嘛 可以换奥斯卡奖了 姐 你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我说错了吗 你女儿明明没有病 明明在家里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太过分了 你想用这种办法摆脱我是吗 我告诉你 你休想 我本来想给你留点面子 让我们俩之间的事情能和平解决 你现在我改主意了 你既然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又何必要处处维护你 明天 明天我就告诉你老婆 把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向他摊牌 你可不可以干得出来 姐 你听我解释好吗 想你老婆解释去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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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涵 事情专邦了 这下麻烦了 那怎么办呀 这样吧 姐夫 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 跟她解释一下 免得她在误会了 真爱那边 生气是肯定的 但也不见得她真的会那么做 我再去跟她说说呗 你怎么跟她解释 你别忘了啊 这可是你出面编的理由 我看她很生气 是吧 行 那你试试吧 你们怎么编这么个理由啊 我知道 你们就是想让冠鹏早点回家 那还不能说孩子生病了呀 那个简怀没怀疑啊 已经怀疑了 对了 刚才萧雅接了一个电话 好像 你等会儿啊 萧雅 萧雅 萧雅来了 什么事啊妈妈 妈问你 刚才那个电话 那个阿姨是不是 直接就问你 是不是生病了 还问我咱们在医院 妈 我好像听过她的声音 就是想必她是谁了 那就对了 我跟你说啊 可能就是姐 这怎么办啊 好的好的 行行行 等你姐夫回来以后 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 看怎么把这事给圆了吧 我说你们也是的 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 好好好 行行行 好好跟人简简释一下吧 行行 好 再见 你还站这儿干嘛呀 坐过去吧 妈 怎么回事啊 什么简啊 哪个简啊 就是你刚才接电话的阿姨 她叫简 我知道 我认识她 妈 我爸是不是又去见她了 是啊 那怎么了 你不然不告诉我呀 我爸真坏 我告诉你干嘛呀 你爸做好事去了 他有什么好事啊 你别再相信他了 不诚实 说话不算话 我对他太失望了 他没资格做我的爸爸 你给我站住 我说你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尽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你对你爸不是一向挺好吗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不跟你说 等我爸回来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你给我站住 怎么了 你们找谁啊 你看看他 就因为你去跟简介面 他就气成这样 还说些烂七八糟的话 来 跟你爸 别让你刚才说的话 道歉 你凭什么道歉呀 爸 你为什么不追着我们最近的约定 为什么还要跟那女的见面 你忘了吗 我们可拉我钩的 你是不是这样让我把她剁掉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哎呀你不用理他 你说什么呢你 我看你最近脑子真有问题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们到底有问题呢 你给我回过去 别说好 算了 不行一下 爸 你不成事 你虚伪 你个坏人 你还想胡说 你干嘛要打她 你还想胡说 还肯定没有错 不是 我不是以后 爸爸 爸爸 爸爸是我的错 我不对 爸爸 你原谅我 爸爸 打我打得对 爸爸 你不要让我 爸爸 喂 哦 一涵啊 你 你千万别跟我发说 你千万别说 你千万别说 你们姐夫已经造假了 怎么了 你千万别说 好 可能 你连他听电话呀 那你等一下啊 昆彭 叶晗找你 李福 你没事吧 我给真人打过电话了 他刚开始不接 最后就关机了 我想去找一趟他 跟他当面说清楚 本来这件事就是我 放了 你不用去了 也不用跟他解释什么 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无所谓 好 到时候再说吧 叶晗 我想跟你谈谈 爸爸 行了回头再说吧啊 鱼快整好了 消瓦咋饿了 赶紧洗洗去吧 来 来 爸爸 对不起 宝贝 你能说这话的是我 爸爸对不起你 天安 我活动好了没有啊 马上好了妈妈 快去吧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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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